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观众们啊 要么大家的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我是国际借说 狗的谁 终于有机会可以目睹一下毛哥的封肩了 毛哥的封肩一直被誉为世界第一封肩 没有之一的 最强 因为他好像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最最到位 怎么打 就是反打 我主动出击 出击不了 你让谁都出击不出去 这没办法 这角色就长这个样子 喂 这个主动出击了 毛哥 重拳三发 一个重角接上一套 最后按刀在地 过去压一波 压起身了 在墙角的话封肩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不过问题是对手是一个拉希德 拉希德这个角色要想在墙角关死他 下辈子吧 这个角色没办法 他就有这个性能在 对吧 我要出墙角 易如反掌 而且你压的越死 对于拉希德来说机会就越多 所以你打拉希德要谨慎一点 这里一个中段 直接送上去 天上请你飞一会儿 中拳 好的 直接带走 这套连招 我也会 我也会 但毛哥每次的连招会根据一个修正的量不同 他会选择不同的打法 如果修正非常的高 后续的伤害不高的情况下 他会连续的打失这个轻攻击 好 现在就到了第二等 上来EX旋风 直接用轻攻击截掉 现在好像所有的选手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反应 看到你拉希德原地转拳就直接用轻攻击截掉 而且毛哥还附送了对手一个烂命走击 走拳摸一发 两发 啊这 这是什么 你嘎师傅一脚踢在对手脸上 烂命飞踢 这个烂命飞踢摸角跟烂命走击差别很大 烂命走击打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 大家相安无事的走开就行了 肯定那个烂命飞踢自己的命真的会烂的 嘎师傅今天有点着急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接二连三的犯错 是不是因为封肩这个角色看起来太猥琐了 封肩他是个打反手的角色 你大部分时间就在等 你看毛哥也是 就在等 一直在等 默默的等 等到进厕所 清空知识先投 诶 浅浅被抓到了 嘎师傅的浅浅又很着急 你投完人以后 你为什么非得按钱钱呢 毛哥的反应很快 他看到对手的脚一动起来 马上就是一个清空知识 按出来一波打死了 所以在做什么 今天嘎师傅状态不在线 我倒不是觉得毛哥这把发挥的有多好 而是你嘎师傅给的机会真的太多了 哪有这样烂命呢 这个打封肩 确实有时候会让人有点着急 对吧 他一直不出手 但也并不代表了说你可以很随意的就这样一波冲出去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你说是不是 这一波就有点烂了 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嘎师傅上来第一分掉的有一点草率 他现在好像有点心思 不集中 但你说他不集中吧 他又打进了16强 啊 你说要是一个不集中的人打进16强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在说16强开外的人都太菜了呢 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那就很奇怪啊 我希望嘎师傅能够稍微认真一点 认真的对待比赛 至少你现在也是一个有偷有脸的公众人物啊 在日本那边嘎师傅都有自己的俱乐部自己的联赛了 虽然从名气方面不如梅老板在全世界范围这么大 但是在我们心中你怎么也算是一个师傅 对吧 嘎师傅宗师啊 一个老师傅啊 好了 那继续回到这一支了 第二支 选了一个场景更加广阔的地图 然后就可以看到更高的楼层 哇 这里中角空了 草率了 这波草率付出了血的代价 280 伤害直接吃满 这里中角交出VT 可以强攻一波 看一下嘎师傅的这一波进攻 反正拉西德版面进攻就是这么赖嘛 你看毛哥怎么来防啊 毛哥已经防了很久了 一动不动 直到嘎师傅自己一个逆向 把这个毛哥送了出去以后 毛哥依旧什么剑都没有按过 就是这样稳重 嘎师傅按十次 毛哥按一次 但是打出来的血量从目前来看 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一发入魂的能力 毛哥啊 这个中角空了呢 这一波应该是要死了 EX旋风 直接挂走 还有一口气 你给毛哥留一口气 你想清楚啊 毛哥有一口气啊 他中角开出VT过去 这一波下中角中啊 真的要死了呀 这个上去 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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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一个CA 哇 来了呀 点一个中角 好了一个CA 好惨啊 嘎师傅 一顿大师都没有做成啊 好希望看到嘎师傅能够亮一顿 怎么会这样 毛哥真的一整局 嘎师傅打他十下 他打嘎师傅一下 但是这一下就能让嘎师傅把之前的十下 都直接给突兀出来 怎么会这样 哇 中拳 中了 但是这一中拳并没有直接打一个TC出去 毛哥在中拳打TC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确认的这一下是对手在收招的期间 但如果是打中对手的一个出招的话 他还是会选择发一个波这样比较安定啊 否则一个失误的话可能会让自己这一局直接没掉 打比赛最重要的还是要安定 还是要安定 好 继续回到比赛 这一波VS过去 头差一点点 猫哥这里选择解头了 跳中圈慢了 这一下劫是劫道了 可是这个波没有低时间打上 本来可以关一个墙角 这一波 猜中了 再来一下 两次力效 哎呀 落地 这里 一波过去 哎 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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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有CA了 完了 这本来已经斩杀了 这有点吓人 手上这一格资源 嘎师傅那边旋风刮过来 强行魔爆 三格资源交完 刚才一个打拆也没中 嘞 这个旋风 嘎师傅又送了 嘎师傅这个旋风VS刮过去 只被一个清空之点掉 所以其实这个版本你会发现 拉希德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强 他的破绽还挺多的 关键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我觉得像拉希德这种 打打我们这种反应慢的选手 可能会抓不住他的破绽 但是你去打那些顶级的玩家 你会发现拉希德干什么好像都不太对 不过就今天的这一把来说 我觉得最终好像嘎师傅还是输给了自己 因为失误太多了 给毛哥智慧太多了 当然毛哥打得好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对策能力非常强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